今天算是黨中央也有來幫忙的 第六都的敵土宣長 那剛好總統蔡英文也選在從桃園出發 是不是有一點PK的意味 桃園是我的家鄉 桃園也最有正義感 桃園人都堅持反萊豬 桃園人也希望能夠貫徹民主 公投跟大選能夠在一起 同時護藻礁 更是我們桃園人大家共同的心願 那我們也希望拼經濟 所以四個都同意 台灣更美麗 這就是我們的民意 這就是我們桃園人共同的堅持 今天很高興回到桃園 由我們在地的四位立法委員 還有我們議長議會 以及我們黨中央大家一起來 那接下來我們在各地 還是會遍地開花螞蟻雄兵的 來對抗民進黨無限的資源 尤其是民進黨現在動用 府院黨所有的資源 我相信我們一定會把人民的心聲反映出來 在1218四項都同意 我們四個都同意台灣會更美麗 那老先長回到這個地方熟悉的家層 那會不會因為今天也蠻多人來響應的 會不會有信心可以在這個地方拿下更多的同意表 其實都要靠民眾的力量 那民進黨會用各種各種的力量 各種各種的宣傳來模糊焦點來混淆視聽 我們必須要更努力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會更加油 更努力 請問一下 因為超委會有這個視訊跟世界商會 但是超委會這個委員長說 就是他們世界商會人都擔心說 萊豬進口會影響 然後CPTPP影響貿易怎麼看 這是一個標準的動用府院黨的政府的力量 想要混淆視聽 想要造成錯覺 請問一件事 全體歐盟都反萊豬 世界上160國都反萊豬 我最近跟我見面的各國代表幾乎都是禁止萊豬 那我不知道這些國家都不能夠做國際貿易嗎 更何況台灣從來沒有反對過美豬 我們已經進口美豬16年了 我們要求民眾的健康反萊豬 是不管哪一國進口的 哪一國進口的 以及我們本土的都反對 我們是一律公平 那為什麼民進黨要把它劃成統號 故意造成混淆視聽 甚至傷害台美關係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影響整個貿易 因為有立委講到說他們是用貿易的理由 來邀請台商加入 結果沒想到是唐來主委 主席你會不會覺得說這也是蠻 這就是民進黨最厲害的 運用政府的資源 運用各種的力量 來造成混淆視聽 最近你看到府院黨全面的總動員 我就說蔡總統 如果你謙卑一點 願不願意來跟這黨主席一起 好好對談 好好辯論 就四個公投 我們來好好討論一下 不要每天只是躲在讀稿機 躲在發言人之後 甚至動用各種的資源 來發動 來混淆視聽